大家好,我是黑童谷歌 欢迎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血缘诅咒视频攻略 这次刚开始我们要打的是亨维克的女巫 是一个前期最简单的boss战 在开打之前我们建议先熟悉一套按键动作 就是在R2蓄力突刺这一下之后 按下L1变形斩 再按一下L1变回手杖形态的变形斩 这三个动作打完正好体力于挥空 然后之后稍微恢复一点体力的话 就再进行一次向前的蓄力R2 觉得差不多熟悉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奔的boss战的地点 我们之前这段图已经推过 该探索该拿过的东西都可以拿过了 我们这样等于是 如果说是不幸死亡了 如果怎么样走这段进路 我们之前推过的图东西都拿过了 直接走进路就好 还是把机关再踩一下让它降回去 下次如果死亡的话再跑这里就会成很多事 之前我们拉过一个机关 就是这里了 这道门打开了 就不需要跑得特别远了 不过血缘里面的boss战 依然是跑的路程还都 好多还都是挺长的 如果说死了一次的话 跑一次的话 可能经常还会乱战斗手感和节奏 这也是这个游戏使得玩家的学习成本很高 本身游戏难 然后学习成本又很高 要耽误你很多的时间 还会打断你的节奏 虽然我们上了点血 但是这场boss战是很简单的 如果知道方法的话是很简单的 重点是 这里其实有两个亨维克的女巫 其中如果一个亨维克的女巫死亡了的话 另外一个会变得攻击欲望非常强 所以我们最好是让他们两个同时死亡 首先 先找到这一个 一般第一个固定在这个位置 先用刚才我说的那套动作 蓄力两个变形斩之后 然后等缓一下体力 再进行一次倍刺 这样的话对他在一轮攻击里面造成最大化的伤害 然后呢 第二个女巫先不要着急去打 目前的话 第二个女巫和第一个女巫只显示一个血条 另外一个血条是隐藏的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他后背上看 这样有这个血迹 所以他是我们刚才打过的 我们通过攻击他看 掉的是个血量 也可以看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我们还没有打过的 满血的女巫 而且他身上也没有血迹 但是我们先不打他 刚看了一眼 确定他的位置以后 先确定另外一个女巫的位置 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打死的话 就可以立刻去找另外一个 就把另外一个同时一起干掉 好 这样的话两个女巫的位置 我们都确定了 我们现在去找那个 血比较多 还满血的女巫 用一样的方法 先是一个蓄力 然后L1变星斩 然后再变一下 然后稍微缓一下体力 再进行被刺 不过这次运气不好 他转身了 就没能这个 被刺 没关系 我们依然是打掉了 他的很多生命值 我们注意主要是 不要让他们两个 一个死了 另外一个剩 血量还很多 这样看一眼 推测一下的话 因为之前的那个 已经走在前面了 所以后面这个 应该是刚才顺移过来的 所以我们打他 直接一个 内脏暴击 我这个变成鞭子形态 是因为可以多5%的伤害 然后这个就掏死了 我们看 虽然说他刚做了个动作 但是他现在这样躺在地上 这应该算是一个bug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确定 他已经死亡了 然后对另外一个女巫 补一下刀 然后这两个就都打死了 如果说一个女巫打死之后 另外一个女巫 剩的血量还比较多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他的攻击欲望会变强 而且还会有很多这个杀招 其他的周围的 另外那几个镰刀手 就不用管他们 他们移动的速度都是很慢的 我们避开他就好 打死了他们也会重生的 点完灯之后 往这个下层走 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符文工具 就可以将这个 拜伦维斯学会当中的 研究的这个符文 镶刻在这个意识当中 镶刻在脑中 我们看这是一个干枯的尸体 然后他身上插的符文工具 刚才的这个赫维克的女巫 他其实他拿的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他会 如果他又会有一个投机抓到我们的话 他会是一个在 把我们眼球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是这个符文工厂工具 这里面有解释说明 就是这个叫做卡利尔符文 他这个东西可以借助 他们所说的这个神明的力量 而且借助这个力量呢 是不需要依靠血液的 不是依靠血液的来获得力量 而是靠这个符文 把它镶嵌在意识当中 回到闷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符文工具 把我们刚才 利用刚才的符文工具 把之前的符文都装上了 我们优先装 可以增加我们获得的血之回响量的 这个紫色和月亮符文 紫色符文可以使得 我们在对敌人造成过内脏暴击之后呢 获得的这个血之回响增加 而月亮呢 是直接获得 直接增加我们获得的所有血之回响 不过对于我们捏这个血石块 而不是这个血猪 获得的这个血之回响是没有影响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符文是这个胡之符文 它会增加我们3%的防御力 其实不是3% 就是我们受到的伤害 减少3% 应该是这样说 然后我们加上升级 我们先优先把这个技巧加到50 技巧和血量加到50和20 先加哪个都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去这个亚哈古尔 去这个刷经验 同时我买了很多的这个鲁莽猎人标记 就方便我们回程 因为现在的这个鲁莽猎人标记还很便宜 等到我们打过了这个代理人阿梅利亚之后 剧情推进的话 这个物价又会上涨一波 所以在这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多买一点 然后在这个亚哈古尔这里推图 同时刷经验的话 要对这个布带哥的枪反和应对要熟练 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我之前教过的这个办法 白嫖一把子弹的这个 用大斧的变形斩 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血量 换子弹的血量恢复过来 现在我们的攻击力呢 只要鞭子打他两下就可以让他进入到这个狂暴状态 在他变成狂暴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靠后 绕后被刺 就可以直接把他掏死 我们的这个技巧也比较高 技巧的内脏暴击收益是线性的 不会因为我们杀的越多而这个收益衰减 你加了99的话就是加到一个极限了 当然这个内脏暴击的收益还有就是 每升五个等级啊 就会也会提升 这个布袋哥我们鞭子抽两下 然后就狂暴 然后我们绕了他背后啊 然后总有几个敌人呢 我们是可以偷偷靠近的啊 这种敌人都比较适合于我们用这个斧子来这个骗子弹啊 来这个叫什么 呃 回复潜能啊 这也是个亨维克的女巫 你看他的外观就跟刚才那个亨维克的女巫一样啊 只不过身上没有那么多眼睛 但是他同样是会有那个挖眼睛的招式 接下来这里的话要小心啊 旁边下面有一个猪啊 如果说是你直接过去的话 并且发呆让他发现了 他从远处的话 会一定会用一个杀招出刺的 然后这里这个狗呢 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可以这个隔着墙 然后用这个穿膜攻击来打他 这边这个布袋哥我们也给他打了 能用枪反就用枪反 不能用枪反的话 我们就先用这个手杖 或者说是其他武器啊 削减他大概20%的生命值之后 他就会狂暴 然后绕后被刺 这个剩的生命值也不多了 这边的话是刚才的那个教堂绕到后面 这有点东西可以剪 我们把这道门打开之后呢 要小心正面的这会有这个女巫冲过来 还好我们的普通攻击可以对他造成硬直 他会经常掉这个鹅卵石 还会掉这个眼球 眼球是作为这个圣杯地牢的这个献祭的祭品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亚南村民 但是呢他们的身上的衣服都被扒掉了 而且也没有武器 看起来应该也是被这些布袋哥给抓过来的 这里有两个布袋哥啊 我们先把这个正面朝着我们的这个引过来 两个一起打的话会比较麻烦 而且呢布袋哥的这个伤害是非常不讲道理的 你血加的很多啊 他伤害更高 所以说我们最好不要被他打到 勾引了 打枪反什么的 好 抽两鞭子 然后呢 等他狂暴的这个蓄力的时候 绕后被刺 这个我们就悄悄的进村 这边的这个牢房的这个门再往前走呢 就是boss战了啊 这个boss战我们先不过去 这个boss战会关系到我们之后跟这个机枪哥之间的友好啊 关于这个机枪哥的友好程度 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先不打他啊 我们先不打周围的怪啊 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要在之后呢 专门给大家演示一下 机枪哥的友好条件 以这个控制变量法的方式啊 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到底是这个机枪哥的友好条件到底是什么啊 因为这个之前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啊 混杂在一起 再加上这个验证的时间跨度比较大 所以很多人也不好验证啊 但是我们这里之前啊 专门控制条件啊 下次的话就给大家好好演示一下 好 大教堂这块啊 呃是推完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 这边有这个猪哥啊 一旦一旦要往他这边跑的话 就一定要尽快靠近他面前啊 不要离他太远 猪哥是不太好用散弹枪枪反的啊 其实他更适合用手枪 因为手枪出手不快 我们本身是在安全距离下 当然这个也看个人习惯 如果你本身用散弹枪已经熟悉的话 其实没事 这里有个字条说 看 暗淡之血染红的天空 这里提到了暗淡之血 暗淡之血在天空上吗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两只狗 先直接用R2刺一下 其实就可以打死了 剩下另外一个就没有那么难了 这个鞭子形态的这个R2这个攻击动作是非常好用的 他可以这个 在出手之前呢 都可以转向你这个需要的这个面朝的方向 所以你可以预判先抬手出招 然后呢 再推向你要攻击的方向 而且他会有个向前的大踏步 这边的话又是会有一个猪哥 我们先在旁边把东西拿完 我们再靠近 首先这边有一个雪猪 猪哥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过这个 这边走上来呢 只是告诉大家 这里是可以上去的 不过没翻轮好 这边直接走过来 以后的这个位置 走位呢 以后会用的 现在还不用 猪反 猪哥还是适合猪反 这边可以拿到这个闪电服 他可以使我们的武器短时间内附上这个雷属性 以后有机会会用的 这里这个狗呢 数量会比较多 这个三狗图神症 我们先说过 这个狗虽然血量少 但是他确实特别烦人 他移动速度快 然后呢 在即将靠近你的时候 还会左右乱上 枪还不好打中 不过呢 我们这个鞭子的范围大 利用这个R2的这个动作呢 是经常可以范围性的挥击到他 而且呢 这个狗的AI其实特别高 他会根据你各种行动来进行攻击动作 比如说 他已经靠近你打你了一下 但是呢 你要想立刻还击的话 他会立刻以极快的速度出手来打你 但是他把你咬完的话 离过你 离他的这个距离远 他也会进行 对你的下一次攻击动作进行闪避 所以很多时候呢 这副狗的话 开枪会更好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然后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修女 这个继续教会修女 我们给他 没有告诉他任何可以去的地方 然后他就之后就会死在这里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大教堂的后门 这个亚哈古尔这里呢 其实是这个亚南镇的下层 我们可以这个知道 就是旧亚南 在比亚南更低的地方 我们那个地形上可以看出来 然后呢 这个亚哈古尔呢 是在比旧亚南还要更低的地方 亚南也好 亚哈古尔也好 这其实是一座山城 建筑建的特别高 而刚才的那个修女呢 他应该就是 面朝的是那个大教堂那边的教会的 应该是一个大门 但是门没有开启 于是他就死在这里了 对付狗还是先开枪 先翻在地之后呢 在他起身的时候 抓一个起身硬直 有的时候他还会这个靠近你扑过来的时候啊 用这个会走一个C型路线啊 那种时候用散弹枪会好一点啊 平时的时候他主要在挑衅他不向你靠近你就直接用开枪把他先翻 这里的话 小心啊 这个没有弄好 差点失手 这个错过了他的这个变身的这个时间啊 我本来是想一边先把两个狗抽死 然后抽的那一下R2呢 正好又把这个布袋哥的血量减少了这个20% 然后就可以直接被刺了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捡到一个新武器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拿的这个东西 雷霆啊 雷霆之杖 最早发现这个武器的时候还以为这个武器会很强力呢 但是大家最后来都不是都不怎么去用它 他说至于教会工厂名声在外的阿奇巴德设计的这个武器啊 这个名字很游记里没见到过几次 好像就这一次 然后呢是刚才捡到的这个亚哈古尔的这个套装啊 就说这个亚哈古尔的人 其实他们和月之学会有所勾结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月之学会 然后还说他们会四处去绑架人 绑架人来干什么 交给这里的女巫让他们挖眼睛吗 我们也看到之前我们在地牢那里遇到很多这个雅南的村民 应该也是他们抓来的 这个布袋哥可能也是他们这个亚哈古尔的人 他们四处去抓人 然后从刚才修女身上拿到的这个叫欧盾之盘绕啊 比如说对猎人的一个阴暗技巧就是这个陶者内脏暴击啊 他这里还说了血液是一个很高级的媒介啊 他们也是对这种媒介啊 关联性的东西啊 也是呃很注重 好亚哈古尔这里要推图的东西就都推完了啊 我们呃现在就要进入这个刷的阶段了 这个刷血之回响呢 不用所有的都打啊 我们就打特定的几个啊 经验多 而且有些路可能比较远啊 绕起来周旋起来比较麻烦啊 不如我们就只挑了几个打啊 然后呢提前多买点这个鲁莽猎人徽章 呃鲁莽猎人徽迹啊 就是可以进行快速的回程 然后重置敌人啊 就不需要用死亡的方式啊 当然死亡的话也没关系 你能把血之回响捡回来也可以 我们现在呢 其实都已经升了一些级啊 所以其实已经打起来 伤害已经高了好多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技巧升到50 血量升到20啊 就基本上就足够了 这个老太太这里可以白嫖 五发子弹 调整好位置 然后是这边出来这个猪哥啊 从这边冲过去 先保好体力 然后冲过去 立刻靠近猪哥 不然他会变成这个猪突猛进的招式的话 是非常难躲的 至今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啊 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让他出这招 尽快靠近他 我们现在内脏暴击 已经可以掏出上千的伤害了 然后前面虽然有两只狗 但是收益比较低 所以就别管他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 这个猪也要打啊 猪获得的 从猪身上获得的这个血之回响是很多的 上千 好几千 然后这边就是有狗啊 狗这个呢 前面说了还有一些就是回马枪式的打法 也就是你不小心引太多的话 你可以背追他们先跑 然后呢 觉得距离差不多的时候 挥舞鞭子 然后反向推摇杆 像回马枪一样的啊 这个原版的时候我也有说过 因为这个方式还是挺好用的 因为他撕咬过之后呢 我们立刻出招 然后反向推过来 手感会跑很多 因为他会有个向前踏步的动作 把这两个狗干掉 然后呢 打到布袋哥的同时 直接被刺 好 这样的话就算是这个我建议的啊 一轮推图啊 这个刷经验的路线啊 然后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鲁莽猎人徽章 传送回去就可以了 我们在刷血之回响的同时呢 也会获得很多血式碎片啊 我们可以把这个锯齿砍刀和路德维格圣剑 开始往这个六级的方向升啊 可能 先升锯齿砍刀 或者是路德维格圣剑都可以啊 但是你要注意有一点 我们流程中中固定会获得有一个变属性的这个神学宝石 只能装在这个锯齿砍刀和路德维格圣剑的第三个槽里 所以你得节约一下 得把这两个当中的某一个升到这个可以用 因为我们后面可能要用火焰属性的这个武器 来打特定的一些小怪会容易一点啊 只是只是有到 反正早晚都要升到六级 这里的话我就先把锯齿砍刀升到了六级啊 后面会用的 然后呢就可以装上这个火焰神学宝石 让它能有变成火属性 虽然伤害很低啊 虽然面板伤害很低 但是主要就是要它全完全为火属性啊 会有作为一个工具会用的 然后呢我这个用到多余血之回响啊 都用到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打第一个这个圣杯地牢了 我们有50的技巧20的血量的话 推起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在出发之前记得先把这个神学宝石调整好啊 我们看这个火焰神学宝石 我们先给这个你哪个武器能装上能变成火焰属性就先装上 后面的话会用到啊 它是作为一个 现在先不是作为一个主打武器啊 它是作为一个工具 巨石砍刀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当你装备的巨石砍刀 并且处于折叠状态下的时候呢 它对野兽类的敌人 会有额外的20%的内脏暴击加成 这个普通的圣杯地牢里面的难 主要难在三点上啊 首先是这个地形上面 因为这个呃 它这个地形有点类似于那种叫什么 以萨的那种呃 模块的这个区域拼接起来的 所以可能东西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相似啊 就比较容易迷路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敌人啊 虽然他们是同等级血量 但是呢 他们的伤害也要更高 不过呢 收益也要更高 获得的血湿回响 比他们和他们的血量相比的话 要更也要更多一些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地形上面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陷阱 因为这个地图的重复 有的时候这个陷阱的位置也不好记住啊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你这个刚 走到踩过一个陷阱走过 然后死了一次以后 可能再走到的话 你也想不起来它是在哪 因为这个地图很多地方太相似了啊 不容易记住 不过我们这里会给大家讲这个 也不是说最优路线吧 就是相对来说怎么样好一点的应对 这里的话我们旁边有个梯子 但是我们先不爬 我们先走到这边以后 这里有个布袋哥 不过这个布袋哥呢 因为这个环境昏暗 所以不太好确认枪反的时机 但是呢 我们的等级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平A的话 对他造成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其实不用纠结于啊 一定要用枪反来打 虽然他是一个布袋哥 但是呢 他掉的雪之回响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血量也少 他不是刚才我们打的那个布袋哥的那个队子 好 我们这里把这底下的敌人先清一清 以免在上面 这个遇到危险的时候 落下来 然后这个陷入被动啊 这种红色的敌人 是说明附近有专门召唤他的这个 谣灾恶共鸣灵的这个女人啊 只要那个女人在的话 这个敌人是无限重生的啊 我们把刚才底下的这个清掉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 你把这种无限重生的敌人啊 因为他的数量是有限的 就那么两个啊 所以你可以把他引到一个 他爬不上来的地方之后呢 自己再上来 然后接下来这里 再往前走呢 要注意一下 我们看前面有这个 呃 机关 唐斗人机关 然后正面那里呢 又会有一个敌人呢 他是拿着这个 飞刀的 毒飞刀的啊 这个毒飞刀 呃 你用盾牌是可以挡住的啊 虽然说是这个 依然会受到毒属性的伤害 但是呢 不会吃到硬直啊 然后举着盾牌 靠近了就可以 然后前面呢 又有这个摇灵的这个女人 我们确保这个 没有太多威胁的状态下 靠近 然后赶紧把它干掉 血还挺厚啊 我们的攻击力居然要打两下 这个木盾现在就暂时用不到了 我们现在阶段的这个血量 打他们是很容易的 他们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也很好 很少啊 然后这个地图里面会经常会有这种 烟雾啊 这个烟雾呢 就是看旁边有一个这个 罐子 这个罐子里面放出的烟雾 就这样 会遮不你的视线啊 是一个比较烦人的设计 挺恶心人的 你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敌人 然后锁定有的时候也锁定不到 要靠足够近才行 我们先用被刺把这里这个胖子干掉 这个胖子类的敌人呢 有一点要注意啊 就是一般 尤其是守着这个机关口的这种胖子啊 如果你把他打死了以后 离开这里之后 如果有你要再回来遇到这个 来到这个位置的情况下 这个胖子旁边可能会出现有一个 吸血跳蚤啊 是这个游戏当中最难缠的一个敌人之一 总之就是 如果你有走这个胖子的回头路的这个需要的话啊 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会遇到有这个跳蚤 这个跳蚤就是专门吸这个胖子的血 好 这边的东西 机关打开了以后呢 就是直接可以去打boss 不过这边还有可以探索的地方 这个 要完成白金目标的这个 这个固定的这个地牢的这个地形啊 是固定的 倒是不会随机变化 不过呢 就是好东西探索起来 好东西有多不多呢 除了打boss 掉落的这个神圈宝石是随机的 有时候会拿到好东西外 其他剪的这些道具呢 基本也都是固定的 如果你重点是想要完成这个挑这个白金挑战的话 呃 很多东西在这个本篇当中都是可以得到或者说是买到的 我们就剪一些关键的东西啊 有些 岔路上面可能剪的有些资源 可能没有什么 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帮助 比如说有一些是一些可以买到的这个圣杯材料 但是呢 我们自己这个不需要额外解 我们就很多不需要去专门去探索 所以后面的地牢可能我就呃 走必要的路线啊 当然也有些岔路 比如说有些宝箱房啊 肯定是会大家带大家去看的啊 好 再从这边爬上来以后 我们就要去打第一个boss了 呃 打第一个boss的时候 我们这个可能后面boss见到的种类比较杂啊 而且我们只演示了第一次的这个 在第一次打这个神智者怪兽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关于防御力方面的东西啊 其实这个防御力呢 有的时候呢 它并不单纯是物理属性 它还分这个盾气属性和这个突刺属性 怎么样看是这个盾气属性还是突刺属性 还是单纯的物理属性呢 我们来先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吃它这样一招 我们看一下伤害 这一招我们是中了304点伤害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衣服脱光 不过衣服脱光以后要注意 我们依然是有这个30%的防御力 因为我们有一个胡之符文啊 还是同样吃个这招 然后我们看一下伤害 受到的是这个382点啊 但是我们要的是知道 零防御力吃满伤害是多少点伤害啊 那就382除以0.97 就是393.8 于是呢 我们用304除以393.8的话啊 得出的数字是 在减去用100%减的话 那就是22.8%啊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之前猎人套装的这个突刺伤害抗性是接近的 所以说刚才那个敌人对我们的那个攻击动作造成的伤害是突刺伤害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要每次遇到一个新的敌人 我们都要用这种方法来判断他的这个攻击属性呢啊 其实不用啊 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规律就是 当敌人手里拿着像敌人类型的这种武器的时候呢 那就是突刺伤害 如果说是手里面拿着像盾器型的这种武器的话 那就是盾机伤害 如果说是空手 那就是纯物理伤害啊 这是常见的一个规律 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吧 但大部分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他手里拿着这个武器 或者说是有没有拿武器来判断 他是物理还是突刺还是盾器 所以现在我们换上的这个装备呢 就是目前我们能搭配出来的 这个突刺抗性最高的这个武器 呃装备 然后呢这个boss战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属性啊 打他是 非常容易的啊 但是如果要是简单来说的话 也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说对他的这个手臂和两条腿上面 进行这个集中的伤害的话 会造成部位破坏的效果 部位破坏效果之后呢 他就会有很大的硬直啊 不过打他也有一些这个 斜门的一些打法呢 就是说通过控制站位 然后让他连续出相同的招式 不过呢那个就比较高级啊 不太好卡啊 我们就用足够的 我们当前足够的这个等级啊 还有合适的配装减少他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啊 莽就是了啊 打败他之后获得了一个神学宝石啊 这个神学宝石是随机的 不过等级是固定的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些二级的 娴熟神学宝石啊 那就刷他的话 就是会容易掉这个二级的这种宝石 刚才说的这个boss战的这个敌人的武器 对我们造成是哪种类型的伤害呢 除了这个boss以外啊 这个小怪啊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小怪他手里面是空手 还是有拿着武器 拿着盾器还是利器 哎 来这样来判断 你的抗性是哪种更好 这里往前走的话 这里会触发一个机关啊 你看地上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一个板子啊 你这样一踩他 他就会这个 一下子生成出很多敌人 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下 本身是很难发现的啊 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 如果说 哎 这个突然一下踩到有这种 轰隆一响 然后周围冒出很多东西的时候 啊 这个 慌忙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所以建议啊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啊 还是身上有雪之回响 哎 赶紧放下啊 这样的话死了以后 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够升级就升级 不够升级就拿去买雪瓶啊 买子弹啊 或者说买其他投掷 什么燃烧弹啊 这些的 这些地牢迷宫里面的机关陷阱啊 这个是防不胜防的啊 就是还是有这个 有警惕啊 有的时候在有些情况下 这个故意安排的 就是让你容易忽视啊 你看这个昏暗的环境里面 这种地砖很难注意到 然后呢 这个场景经常又有相似的 你就很容易忘记这个地方原本 即使你知道这个地方 大概可能有陷阱啊 但是可能具体 哎 就想不起来 即使原本知道啊 所以说就还是啊 这个损失 就是损失雪之回响 你就把这个雪之回响放下 就等于死了也没有损失 大不了重打 然后这边上来的话 可能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啊 你看哪个方向 来了这个 红色 红颜色的这种怪物的时候 哎 哪边就是正确的方向 一般就是有那个摇铃的女人啊 就是这个 我们要走的方向 哎 听到铃声了 旁边那边的话 我们不管他 那个雪比周周围的其他敌人还要厚一点啊 先把这个摇铃的女人干掉 然后呢 这些其他召唤出来的 他就这个 自己会死 但有的没有没有死亡是因为他不是这个摇铃的女人召唤出来的 有可能是这个地图刷新出来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存在啊 这种敌人的话他们攻击欲望很强啊 他们会跑动着过来啊 所以我们最好闪避掉他的第一下 接下来呢 是一个 强敌啊 这个敌人呢 用散弹枪在他翻滚的时候打的话 是比较容易打出这个 逆脏暴击的时机的啊 这家伙非常快啊 如果说是你开枪的这个时机不好的话啊 就是会被他这样压的啊 但是呢 还算好 我们目前的这个等级就是没那么容易被他秒 他手里拿这个武器就属于 表示他的这个攻击是属于盾气的这个打击 好 拉动这个机关之后呢 就可以去见boss了 你现在可以把这两个干掉 小心 这两个还是挺猛的 他们血与其他的那些小过要厚 手上着的火焰的这种血要厚一点 这下我们是爬着梯子上来的 这边的话 我们刚这边还没有探索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敌人埋伏在这个侧面的拐角里 这个还算是藏的浅的 往后还有这个更恶心的 一般来说在岔路里面的话 有些地方会藏有这个地牢迷宫的材料啊 就是说你这个迷宫打完了 然后他会奖励你一个更深层的这个更难的一个这个地牢迷宫的这个呃 金碑啊 但是呢要把这个金碑的这个婚姻解除的话需要这些仪式用品啊 常见的就是这个仪式之血啊 仪式之血的话我们最开始拿到的是这个一级的 然后呢在一级的这个深度的金碑里面可以打到二级的材料 然后呢就可以解开二级的金碑啊 二级的金碑有了以后还需要三级的材料 然后呢就是一级可以拿到二级材料 然后打开二级的金碑 然后二级的这个金碑里面可以打可以刷出三级的材料 一般这个材料呢就是在像这样的迷宫岔路里面会找到 还有呢就是打布袋哥 哎当当前这个金碑等级里面的这个布袋哥 是可以刷的啊 有些材料是可以刷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刷的啊 一般都是你只打这个白金奖杯的这个苏美鲁啊 的这个金碑啊 其实是不需要刻意去刷很多的啊 有些玩家会有这种随机 还有就是说这个祭品的地牢迷宫的需求 所以可能他们要有的时候要想办法弄一些材料 我们先来这个打boss战啊 这boss战里面有三个胖哥哥啊 两个是近战的啊 但是有一个是远程的 如果说是三个混拿来一起打的话 其实还是挺难打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卡着一个柱子 然后在一个柱子的安全位置 卡着这个远程的那个弹道 来和另外两个周旋啊 因为远程的那个呢 他不会一块靠近 打这个胖哥哥呢 你可以用先攻击他一下 然后等他反击的时候 再进行枪反啊 这样的方式来打 当然以我们当前的等级一忙啊 也是可以忙过的 这个拿枪的胖哥哥呢 就可以随便调戏了 打他的方法有很多 他虽然说是在开枪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 硬直还是挺严重的啊 我们甚至在他开枪的时候 是可以绕着他背后去被刺的 他这个拿着枪形态的时候 灰那个灯来打我们那个反击动作呢 伤害也不是很高 所以你靠前去硬忙也可以 而且大家也看到在楼梯时候呢 他有些攻击判定是打不到我们的 好打完这也算是个boss战嘛 这个这三个胖哥哥呢 以后会经常遇到啊 他们不是作为boss是单体的小怪 但是也是会经常遇到了啊 这接下来是这个迷宫的第三个阶段 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第一层啊 这个修为李安 这个第一次还算简单 还不是难的 往后第二层的话 难度会有一点提升 这个大家玩过以后是知道这个难度最明显的是 诅咒的那个那一层啊 这个血量会减半啊 这个对很多玩家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尤其是在不了解地图接下来会遇到什么的情况啊 我们现在来推这边的地图 前面有说到随机地牢迷宫啊 那个是需要联网啊 就是随机地牢迷宫的话 如果说是你要是想不想用材料的话 你得联网 然后用这个别人的这个分享的这些代码啊 来这个加入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上 可能刷或者刷图上面不错的这种迷宫 但是我们的这个流程上面主要是帮助大家啊 在这个不联网 目标只有尽快的获得白金奖杯啊 这个层面上来进行的攻略 所以这个呃随机的迷宫方面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啊 大家是可以在网上查到各式各样的攻略的啊 大家属于这个扩展性的乐趣啊 就像是这个呃玩怪物猎人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呃活动任务一样啊 他会有给你可能很多很多的好东西啊 但是呢他又不属于游戏的这个白金挑战的一部分 这里还是我们优先冲上来把这个摇铃的女人先给他干掉啊 然后剩下的敌人就好办了 他就不会无限刷了啊 这里这个敌人呢 我们用这个毒飞刀 我们之前已经调好换好了 一把毒飞刀就可以让他中毒 并且呢打中他的这个弱点部位的话会造成大量伤害啊 他那个位置的话 有的时候还得用火枪来打啊 但是我们用毒飞刀一下一下的话 他剩下的血量还可以用这个呃中毒伤害 直接给他们掉 直接给他补刀补掉 这里有这个宝石怪 哎这个捡不到了 这边这边区域下面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敌人啊 也不是很多的敌人啊 应该说有一些敌人 然后呢像这种宝石怪啊 其实呢他们是抗物理属性 但是弱元素属性的 所以这种时候 如果我们用刚才的那个巨石砍刀 一下就可以把他砍死 很多时候如果你发现一个敌人 你用你原本可以一下子打出 一百多点伤害的武器啊 打他只有几十点的时候呢 往往你换一个带有元素伤害的属性呢 效果会好很多啊 常见的一个规律 看布袋哥掉仪式用血 我们现在是一级的金杯 所以掉的是二级的仪式用血 这边我们先上来 然后刚才有人从高处 对我们扔的这个燃烧瓶是吧 但是那里呢我们现在先不上去 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这里的话我们刚打他 剪的以后掉落一个叫 奥数迷雾啊 奥数迷雾这样的材料啊 后面会有要用的啊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刷 你也可以后面会解锁 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可以从这个物品里面提取奥数迷雾啊 如果你路途中多注意啊 打这个怪的话 你可以获得一些你就少消耗点道具 就可以提取 不过其实到时候这个很多 有些低级的材料是溢出的啊 倒是影响不大 好我们现在终于继续啊 往前走了 这旁边有一个呃 发光的这个怪啊 我不太明白他这里是什么 但好像会有什么意思 但是这里的话主要的意义是 目前阶段我们应该消耗了很多的血瓶 把它杀死之后呢 可以捡到大量的这个血瓶 当做是补给战吧 他也不会主动攻击我嘛 然后从这边走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个胖哥哥 守着旁边的这个机关啊 然后有的时候呢 要小心周围这个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地上的这个可以踩的这个陷阱 像比如说像这种 我们就得要可以先把这个 喷 喷射伤害的这个机关先给他这样打掉 这个呢我们可以绕过来被刺 然后呢我们这个 呃 接下来就会有这个 过一段时间啊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刚才之前说的那个 吸血跳蚤的那个怪啊 非常的烦人 我们这个机关先不拉 我们等会再过来 我们等会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就我刚给大家说的啊 只要过一段时间跟这个拉机关是没有关系的啊 之前有跟人讨论过说是拉过机关以后过一段时间 这个跳蚤就会出来 其实不是的啊 这个先继续探索其他的地方啊 这边可以上去 然后又是两个方向的岔路 这个前面有一个箱子啊 一般是这个仪式材料 有一些箱子里面是可以拿到特殊的这个变质武器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装神学宝石的凹槽会不一样 还有就是游戏里面有一个奖杯叫猎人的本质啊 要我们获得所有的这个猎人的武器啊 其中有一个叫兽爪的武器是要只能通过地牢迷宫里面获得的 这边我们上来以后发现就是这一层啊 有一个怪在向我们扔的这个燃烧瓶啊 但是这层没什么东西 我们就踩一下机关啊 让他触发一下进入啊 就可以了 刚才那个像牢笼一样的这个东西踩一下啊 他就会降下去啊 之后下去再上来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然后刚才另外一边 还有可以探索的 小心脚下还有侧面 只是一些踩血瓶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去看一下那个胖哥哥 哎 看就出现了 这家伙非常的难缠 应该是游戏里面作为小怪里面最烦人的了 还好他现在阶段他的血量不多啊 好 我们拉动这个机关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boss 最后这个boss呢 这个如果说是不会打的话 即使你伤害足啊 跟他打起来的话也是比较费劲的 主要是他本身伤害特别高 是火属性的啊 所以我们火炕高了的同时 可能要周旋起来的话 打起来也会比较费劲啊 所以我们准备还是要做充分啊 不熟悉之前的话 这个死几次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们回去先把这个神学宝石啊 有心的啊 给他换上好的 伤害足够的话啊 也会好打很多啊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一个 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在打不可枪反的敌人的时候的 用部位破坏的这种方式来打的这个思路 有点像是玩怪物猎人里面的那种感觉啊 连续破坏这个不同的部位 然后让他一直保持硬直的这种状态 只要你伤害够啊 就好办啊 伤害不够的话可能会蛮难办一点 不过我们目前的伤害是完全足够的啊 我们看一下新解锁的这个道具啊 这个解锁了个探幕者的这个套装啊 主要就是讲治愈教会啊 是在这个 旧迷宫当中啊 发现了这个古老的秘密啊 就是我们刚才探的这个圣碑地牢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准备出发啊 多余的这个雪之回响 给他作为负担啊 给把他们都换成雪瓶 我们接下来是打的boss是这个主要的伤害是火属性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配好这个针对火属性抗性的这个装备 然后这边呢 右边有一个岔路 我们这里是可以拿到这个 呃 应该说是下一级圣碑需要的这个材料啊 应该是这个仪式之血的这个二级 其实我们现在也就已经足够了啊 我们还是先打boss了 先打boss再过来拿 不然身上还得带着负担 这个boss这个 我们的伤害足够 等级足够的话 是很好打的 先换上特定的这个装备啊 以这个焦黑猎人套 以防火为主的这个装备 然后接下来我们顺便 因为他是个野兽嘛 我们顺便看一下 手杖模式下和这个锯齿长边的模式下 对于野兽敌人的伤害差别有多大 先躲过他的这个火车啊 火车怎么躲 大概是头晃三下停顿一下的啊 一二三四的时候再再躲啊 看打一下 先挥一下 这一下啊 是180 连续挥舞可以这个结束锁定啊 然后挨个打他们的腿 四条腿啊 各个都可以这个破坏 维着身体转一圈啊 挨个破坏 就可以一直啊 对他这个造成硬直 一直对他输出 这个 破坏的部位呢 再继续造成伤害的话 还会有额外的伤害加沉啊 但是呢 他会有一些特殊动作会修复 比如说这个火狗 他的这个修复动作就是这样 并且还会晃出这个远距离的这么一个火焰爆炸啊 伤害很高的 来注意躲避一下啊 我们这次来用这个鞭子来打一打 好伤害是221啊 高出了22.7% 如果说是用变形斩的话伤害更高 就打完了 获得了这个中央修美鲁圣杯啊 就是下一层的 好 我们刚才还有一个岔路没有探索啊 其实一般这种的在这个两个boss啊 两个勾火点之间的这个岔路啊 一般都会有好东西啊 都会有一些类似宝箱防御的地方 我们来探索一下啊 这个还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敌人 不带哥 强行枪反 把他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再给他打回去 这个内脏暴击掏的那一下呢 可以把你不管建他的虚血这一条有多长 都可以百分之百的给他回回来 注意不过是虚血啊 就是刚受到攻击的时候的虚血 鲁莽猎人标记 回尘用 水银子弹啊 看来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 坟墓霉菌啊 这个是圣杯材料 目前看来应该没有什么 这个游戏里面有的时候 地牢里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隐藏墙 隐藏门 隐藏墙壁 隐藏通路啊 这个隐藏通路要不太好 注意到 我自己的话 而且因为地形重复啊 有的时候记不全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自己挥空一下 不过有个常见的规律 就是说一般在隐藏墙壁的旁边 会有一个这个标记道路的一个提灯 提灯信使 这两个先干掉 我们现在来走旁边的这个门 好 这边应该就是了 下面一个胖哥哥啊 你可以不管他直接去开箱子 你也可以把他打到 不过这个胖哥哥呢 一般会有掉这个 有的时候会掉神学宝石啊 掉一些也是一个刷神学宝石的一个好的对象 有的时候会掉啊 不一定 他也会掉别的东西 一般都是这个仪式用品 看起来给了个特效 还带个音效啊 以为会有什么好东西 游戏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 机关啊 有的时候踩到以后造成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比如像这里 你可以通过有的时候周围的这种雕像 这个颜色啊 会给大家张个嘴啊 一般可以这种迹象可以看出来啊 他可能是个陷阱 然后你再留意一下地面啊 应该从这边上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第一层的这个圣杯啊 就探索完了 下集我们再探索一个圣杯啊 我们将回到继续回到本篇部分啊 我们先把这个圣杯给他先给他点上啊 然后下一集除了要打下一层圣杯以外呢 还有就是我前面说的会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就是到底机枪哥的和好条件到底是什么啊 大家会以这个控制变量法的方式啊 给大家详细来讲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现在呢 在这个林氏商店里面可以买到这个叫 短仪式始源圣杯啊 这么一个圣杯 这个圣杯呃 它其实是一个联机是联机圣杯用的啊 就是说它在这个我们刚才那有一堆墓碑啊 最后一个墓碑那里可以使用这个短仪式圣杯 如果你是有这个PSN会员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加入别人的这个 像就像摇铃的那个模式一样 可以加入别人的地牢 或者说是入侵别人的地牢 本篇里面呢 就是用这个小顾铭林和灾厄顾铭林啊 小顾铭林是加入别人的地牢 灾厄顾铭林是以这个对抗PVP的形式加入别人的这个战斗啊 不是地牢而是战斗啊 这是加入别人的世界 然后同时还有这个亨里克的这个套装啊 亨里克套装是这个前面我们打死的这个老猎人亨里克啊 他这个服装呃 说是他曾经是这个加斯克因神父的搭档啊 而且这个装备的雷抗很高 我们需要6点零食 正好给他把这一套的装都给他买下来 我们后面会用的 好的 在进行过一些常规的升级式的操作之后呢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可以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黑童谷歌视频攻略边玩边看口味更佳 大家拜拜